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维哥 今天王者龙耀抽了一个新一型菜文鸡 也是第一时间买了这个菜文鸡 因为我没有金币 金币抽奖了嘛 因为碎片买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被动技能 抽了伤害后会比音波反击 应该就反击别人吧 这应该是一技能 可以为队友加血 看看二技能 这边他们都是说新一型多少钱 我也说刚买的 这是网上刚买的12点 12点以后半夜凌晨 凌晨买了一个新一型 转门打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 这个二技能 可以弹射六次 事无谁技能 这个新一型金币只要13888 我用的是那个 英雄碎片买的嘛 英雄碎片每天 每周 每周签到会送一个英雄碎片 然后英雄碎片要58个碎片才能买 然后在那个新品 新品里面才能买 你刚刚点那个英雄是看不到了 要在新品里面 它有一个选项是用英雄碎片购买 对方也有一边那个蔡文姬 这下我方是一个点尾 吕布 吕白 还有刘备 点尾和刘备也是干运不久的运行吧 它等级都不高 然后蔡文姬定位为一个虎柱运行 感觉虎柱运行我觉得还是孙病比较好 然后这个蔡文姬今天干嘛来的 不知道怎么运 先玩一下 试一下吧 他说 装备 装备 我还让一件这个默论出装 先加一个第一个技能 看看是什么情况 吸无血 和自己身边周围对 好像加血了吧 可以补血 对方也一个走到中路 蔡文姬 蔡文姬还是有一个 这个座 这个是什么 灰碟吗 小萝莉 因为这次没有皮肤碎片 这次没有买到皮肤 皮肤碎片也比较难收集吧 比英雄碎片还难收集 上次的皮肤碎片对换了关羽的皮肤 28个碎片吧 可以兑换了 反正每出新英雄都可以 英雄那个碎片 还有皮肤碎片兑换那个皮肤 还有对换英雄 他的二技能好像是可以弹人的 可以联系弹 刚才把对方弹住了 而且可以造成 是减速 反正只有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还是能减速一下 赶紧跑赶紧跑 赶紧跑 赶紧给自己加血的加一下 这是一顿的血酷 好像 可适不适合给自己队友加血 但是赶紧的量还不是很多 而且cd时间前期还是比较长 很多 我们这止 他攻擊力也不怎麼高 CD現在是要18秒還是比較久了 生病生涯到後期CD其實會短一點 不到這個到後期 後期應該也不會 感覺他走路速度太快太慢了 他去上路支援人家看一看 打這個劉邦 調戲他就開始緩孤母 給隊友加血 還加的不多呀 趕緊測趕緊測 李白趕上來支援了 來看一下給自己隊友加加血 但好像這個運這個菜文雞的話應該要 藍要一隻有才行 要不然你光加血的藍都不夠了 最後兩個來了趕緊跑 剛剛大招大招就閃一下 因為這個技能我就一去剛拉來 還沒研究過我怎麼玩 直接一拉來就直接上手打實戰 還打得不好還挺大家多多見面 沒有藍了沒有藍了 應該要去找一個藍buff 已經被人拆光了 被人自殺了 剛剛應該是打到對方的那個 蔡文雞 所以說會造成一些審視效果 這個要和點位配合的話 是因為比較好打一點 沒藍了這下是真的沒藍了 但是還要支援了隊友 不過隊友李白還是被塔射死了 現在沒辦法支援了 我沒藍了 沒藍也不能給他加血了 這玩意去藍太快了 我先回去補一下 他每次換一技能還會 還會播放一些音樂 音樂還是挺有節奏感 聽來挺順耳的音樂 他這個大招還沒研究 到底是怎麼換比較好 剛剛換了一下就一下就散沒了 也放了一些大招 放下半個 他的出裝 這默愣的 默愣的出裝 先加一些黃羽吧 加一些黃的幹 有錢 再把這個聖杯也拿出來 對方已經打到我方 中路二塔了 這麼快 那個乾研究這個硬型 還不知道怎麼研究 怎麼 來了來了 魯布過來 還要在我的圈圈畫圍內 這才能補到血 而圈圈畫圍還比較小 好 這CD時間太久了 你要把CD時間長的話 CD時間短的話 那隊友一直補血 一次補血了 我又沒血了 被打的又沒血了 進來還沒恢復 CD好慢啊 趕緊補血 這個可以加了一點血 還又不能再 不能再爛了 這剩一格血了 我黃就算了 太遠了 中路的二塔也被拆了 他發的那個球 二技能 對方的 太遠計畫的二技能 好像也是可以 彈六次嘛 在兵 打來打去 還會彈來彈去 哎呀 對方的打擊定住了 開車 走路太慢了 對吧 還要沒買鞋子 這個雙無雙是座跡 這是現代化的座跡 關羽和那個 那個專舟 都是都是傳統座跡的 感覺苦術運氣 我還覺得還是運生命 運得流暢 運得習慣的 現在我被對方直接圍毆了 畢竟生命 我現在都已經達到五級了 一直運 一直運 而且以前 剛抽獎抽來的時候 運生命 感覺還是 也是比較順手 後面才一直運生命 他的速度比較快 二技能 可以給隊友一起加速 而且二技能cd時間 也比較短 他這個 蔡文姬的一技能cd時間 還是比較長 給隊友加血 可以自己加血 還是比較慢 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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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換了半天 沒什麼效果 因為這也是剛玩 第一次玩 大招還不知道怎麼用 擴張時間 研究好了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新的 再幫你這個 蔡文姬的 為主 錄一個 再錄一期事情 打小兵也是比較慢 打個小兵還要自己加血 這蔡文姬的話 我覺得還會不如買那個兄弟 主要是速度太慢了 然後cd時間又長 二技能二技能 二技能是可以 打敵人 但是 作為輔助 運行的話 沒必要有 那個 擊殺敵人 的二技能 要是二技能也能像生病一樣加速 那就也是也是不錯的 他這二技能 他這二技能不像生病 生病的一技能 他可以 逃跑 或者那個 進攻的時候 都可以 非常好運 但是這二技能的話 你 好像打人 也不是很疼 趕緊給 給五花女 不加加血 這王三個人 又要掛了 不 好在 好在 卡住了 卡住了 卡了一下 好在五花有一個 誰打 那個 主角擊殺 這下 我們要點晃扑 主要還是喜歡生病的那個技能 像這個情況下 直接開入二技能 大家一起加速往前衝 他這只能補血 而且走的速度太慢 多跑多跑 跟點尾在一起看 對 鼓鼓點尾 這又沒血了 安信還專門想抓著我打 好在隊友非常給力 把對方擊殺三個 打了現在我一個無敵殺 也是打的比較可憐 也是打的比較可憐 打了現在我一個無敵殺 也是打的比較可憐 這也是第一次用 然後有些地方還是陰的 不是很習慣 好像剛出陰性都一定都不是很習慣 你可以等過一段時間多玩幾次 應該就知道就習慣了 大概知道什麼 大概知道什麼情況 怎麼用 剛才大招完 直接給我浪費了一下 就直接開一個大招就沒了 最近更新陰性速度有這麼快 光雨才出還沒多久 才一周多吧 就又出了個菜文姬 還還還我都沒金幣都沒準備夠 然後我就就這個直接出了菜文姬 還好有1級水平了 我現在對方已經被我們打得很長 很長了 掛了四個就剩一個 直接推牌了 差不多就推完了 那好吧 本次就這一切大欣賞 後續會繼續給大家更新這個菜文姬的視頻 歡迎大家點擊訂閱 剛才十七 十七 還有劍息輔助 六點七分 劍底的 一個沒殺